欧阳 欧阳来了 叔叔回来了 叔叔好 爸 你怎么今天这么早就回来了 欧阳又救了我一次 就是我们发布会的时候 出了一点点小意外 我为了感谢他 他说他想吃我烤的牛角包 我就正给他烤呢 那可得好好谢谢人家呀 没什么 主要他没事就行 这逛牛角包怎么行呢 这样吧 你留下来吃个饭 一会儿叔叔亲自下厨 给你炒两个菜 你看好不好啊 好啊 谢谢叔叔 你还愣着干什么呀 这家里菜也没有了 你赶紧去菜市场买点菜去 那我去买菜了 我马上就回来欧阳 好 我很快就回来 好好好 快坐坐坐 你看这下 这孩子野副给你拿点水果 你查的我去给你拿点 大叔 不用了不用了 别的不用了 您歇一会儿 好 欧阳啊 我真不知道 该怎么谢谢你才好啊 你看上一次啊 萧牙被绑架是你救的 这回呢你为救她又受了伤 我真是不知道 该说什么好啊 叔 您千万别跟我客气 真的 那我就不客气了 那咱们俩 劳劳家长好不好啊 我最放心不下的 就是她将来的归宿 本来我打算的 春日小雅这次从法国回来 让她跟陈哲 赶紧把婚给结了 然后他们一起去法国 你看 谁知道现在 现在脑子脑子脑子 这种结果 欧阳 你是萧牙的领导 你看能不能 你劝劝萧牙 让她跟萧哲 他们两个和好啊 这两个孩子的感情 是那么多年啊 我是看着他们一点一点长大的 这些年 其实我早就把陈哲当成我的亲儿子一样啊 这小家相护的 只好对象 不求什么大富大贵 我我就是盼着 萧牙和小哲他们能够早点儿 重归于好 这萧哲是我未来的女婿 其实在我心里我早就是定下来的 你看 你能不能劝劝萧牙啊 让她跟萧哲 把这矛盾都解开了 这是劝和不劝分 你说是不是啊 这样 在这儿敢坐着 我去给你洗点水果啊 唉 要你去洗啊 爸 欧阳 你不会把人家赶走了吧 你跟她说什么呀 小雅 我跟你说了多少回来 让离那个欧阳远一点 你不但不听 你还把她带在家里来 你想气死我呀 爸 我们又没干什么 见不得人的事 她救了我 她说她想吃我烤的牛角包 我就烤给她吃 我们没做错什么 还说你跟她没事 那她为什么一二再三二三要救你 她心里上没你 她为什么但她要救你 还有啊 她这次救你 你为什么没告诉我 要不是你姑姑看那视频 我还蒙在鼓里呢 爸 你别生气 我不是怕你担心我吗 而且我也没出什么事 你都被人家叫小三 你还没出什么事啊 你还说你跟她 沉沙分手不是因为那个欧阳啊 我跟你说了好多次了 我跟沉沙分手 跟欧阳没关系 什么什么小三 难听不难听啊 别人说我是小三 我就是小三啊 你相信别人说的 还相信我说的 好 好 咱们不说这个事 咱们去说沉沙 我看这视频了 沉沙她是想救你的 她说明她心里有你 那为什么你们俩就不能和好呢 这样 我把沉沙叫来 我好好给她聊聊 只要你们把心里的矛盾 给解开了 把这疙瘩解开了 那是不是 这不是一切事都没有了 是不 她眼不是我要跟她分手 是她要跟我分手 是她甩了我 你女儿我是受害者 你以后不要再说什么 跟沉沙和好的事情了 二十年的感情 她沉沙说不要就不要了 我挽留过爸 我挽留过我连面子 尊严什么都不要了 我已经够委屈的了 妈 你不知道我这段时间 是怎么过来的 别人在外面说我什么就算了 连你都不理解我 你要我做什么 要不然把工作辞了 我去大半仗给你炒菜 行不行 沈阳 爸 我对对对不起啊 不要 对不起爸 我想就冷静冷静 好 咱们什么 咱们就这样了 真高